COVID-19肺炎爆发以来 世界上有几个防疫机优生的国家 备受国际的推崇 而近来这些机优生国家 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疫情升温 出现了防疫破口 包括了台湾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都是如此 虽然各个国家疫情失控的 最早的那个原因不尽相同 但是大多都跟庆典 防疫疲乏 变种病毒的一个扩散变的容易 还有疫苗接种率太低 有关系 那么到底这些机优生国家 到底是如何破功的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带您一块来看看 我们首先要带您来看这个排行榜 这个是彭博 他对于全世界的一个国家 做了一个防疫的韧性排名 那他排名的一些因素 包括了你的一个感染率 你每日的新增人数 你的确诊的一个增加的幅度 然后包括了死亡的人数 然后包括了接种疫苗的一个速度等等 全部做了一个综合排名 然后他把很多的国家都给了一个名次 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 大多都是最近的疫情又重新升温的国家 他们都是排名在前面的国家 我们来看到包括像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他减出的一个阳性率是非常低 所以他第一名 但是他疫苗的覆盖率19.4% 距离像以色列已经打了五成以上了 像美国像英国 其实这都已经是落后了 但是他还不是做落后的 我们来看看像纽西兰 女总理带领的国家 不是哇也很棒 但你看他疫苗也打得很慢 再来我们看像以色列 你看他已经打了将近六成了 然后就看到了最近开始出现了 比较大规模感染的 台湾越南泰国 你看看疫苗都打得非常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是一个更精确的一个排名表 我们直接从这个彭博的官方网站上 把整个全世界的排名 跟他所有这个计算的指标 通通都抓下来 大家来看看 第一名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最近他的疫情也升温 所以他整个包括了国界 包括他们的一个都市 他们的一个封城的一个指数 又开始往上 整个规模又开始往上了 好那你看到这个新加坡 他综合的一个 这个排名的一个比分 他来到79.7分 但他的一个疫苗接种率 有19.4% 然后你看看纽西兰 纽西兰排到全世界第二名 但是你看疫苗接种率 只有不到2% 然后你往下看像是澳洲 像以色列 台湾 那我们台湾排到全世界第五名 但是我们来看看 我们虽然数字漂亮 但是你看看 我们的一个接种率 只有0.1% 这真的不夸张 这是全世界最低的 一个疫苗接种率 那所以除了我们台湾之外 我们来看看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都本来做得非常好 但是因为疫苗接种比较慢 所以现在又开始面临到了 疫情要升温的窘境了 那除了我们台湾之外 我们来看像南韩 南韩其实他疫苗接种的 2% 其实也并不高 然后你看像日本 日本最近也是状况很不OK 大家都说你冬奥不要办了好不好 干嘛硬要办 你看他的疫苗接种 在这个日本的状况 也只有1% 这也都非常低 然后最近又开始大爆发的 你看像越南 越南本来在全世界的一个 这个给大家心理上的一个感觉 是很像台湾 觉得他们防疫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看他疫苗接种率 哎呀跟我们一样烂 他也是0.1%的一个疫苗接种率 然后泰国也是啊 最近不是大家还在怀疑 强烈怀疑泰王他 他也确诊吗 你看看他们的一个接种率 只有0.8%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疫苗接种的一个速度缓慢来看 这就印证了很多国际间的公卫专家 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这些表现得非常好的国家 为什么现在不约而同 都开始出现了一些疫情升温呢 我们来帮大家做一个 这个稍微的一个统整 那现在几个国家 包括像台湾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那我们各自看看各个国家不一样的状况 我们先看新加坡 新加坡他一个星期又爆了71例的本土的一个传染的个案 那他们的一个源头 他们往上追 是他们的国境出现的破口 他们从机场扩散出来 所以他们现在重新的对整个防疫的一个状况 要再度升级回来 本来他们都要几乎要开放 可以有旅游泡泡 可以观光 现在no no no 现在又重新不可以 那再来我们看到越南 越南一天多了321例的本土个案 那其实现在国际间的媒体都把越南跟台湾放在一起来做新闻的报道 因为我们同时间 差不多同时间爆发的 那越南呢 也是当地的感染群开始扩散出去 然后看到我们台湾 本土感染爆发 连续四天确诊都突破了100人大关 再来看泰国 泰国呢 他们一天 在5月17号突然间暴增多了9600多人的确诊 但是这当中他们是监狱里头的群聚感染 这9600多人当中有七成全部都是关在牢里头 因为他们非常群聚嘛 所以他们就互相传染 那但是呢 这几个国家其实本来都是排在非常前面的 这个防疫的分数很高 但是都因为这个接种疫苗可能速度慢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有大型的宗教庆典发生 再来就是变种病毒 让传播好像变得更快速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做得太好了 所以民众就稍微有一点疏忽了 防疫的疲乏 所以才导致了 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了疫情又再度升温 防疫模范生 全球防疫任性排名第五的台湾 本土病例数近几天不断创新高 只不过除了台湾以外 亚洲一些抗疫前段般的国家 也开始接连沦陷 英国媒体日前就点出 就是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 过去没有受到病毒太大威胁 生活没有什么改变 经济活动也早已复苏 导致疫苗到货后 人民施打意愿低落 接种速度十分缓慢 防疫措施疲乏而松懈 成了原本防疫有成的国家 如今疫情爆发主因 超市内大排长龙 货架上多款卫生纸消毒 既被抢购已空 和台湾一样一年多来 被外界誉为防疫最强的新加坡 如今疫情也迅速升温 四月份才被外媒评为抗疫任性 排名第一的新加坡 日前张仪机场经线群聚感染 确诊病例数连续几天大幅增加 达到2021年以来新的高峰 让新加坡的防疫层级 拉高到了全国封锁模式 所有国民原则上 以全部改为在家工作 在外群聚最多只能两人 餐厅不能内用 举办婚礼也暂时不准宴客 国内防疫措施大升级 对外也不敢轻忽 除了新加坡 同样也是全球防疫前段般 外媒屏蔽抗疫任性排名 第十一的越南 近几周也同样破功 越南从四月底疫情升温 全国超过十五个省市都传出疫情 确诊着足迹遍及各地 包括和那几乎知名市 越南两大城市 尤其印度变成病毒来搅局 越南政府绷紧神经 因为光是五月十五号一天 就新增了两百九十六例 本土确诊病例 刷新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纪录 最近也出现了越南 2021年第一起染疫死亡的病例 越南官方已经紧急启动防疫措施 包括关闭娱乐场所 并从五月初开始 延长入境隔离期至二十一天 越南防毒层级再度拉高 包括新加坡及台湾 在国际上长时间来被视作为 抗疫模范生的一批 接下来将如何有效反控疫情 全球各国绝对高度关注 三连新闻 好那么这些防疫的一些机油国家 那么现在又重新的陷入了 大家要赶快重新把防疫的尝试 再捡回来 防疫的工作要确实做好 口罩要戴好 要勤洗手 然后不要接触你的眼睛 鼻子嘴巴等等 那这个社区的群聚感染 在台湾又重新的开始升温 我们要带大家来重温一下 到底社区群聚感染是如何发生 所以我们也好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预防 那接下来这支影片 就带大家来看 这个是美国的CDC跟WHO follow它的一个指南 所制作出来的一支影片 那这支影片 在美国是广泛的流传 它在教导大家 什么叫做社区的感染 那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包括你的办公室的一个环境 包括如果你搭通勤的列车的环境 到底哪些地方很可能造成你被感染 亦或是你会传染给其他人 风险在哪里 今天呢 我们就要透过这支影片 要带你一块来看一看咯 那非常简单的最后的总结就是 防毒有六招 戴上口罩 然后你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 你要遮住 但不是用你的手 你要用你的手肘 另外呢洗手要超过二十秒 不要碰你的眼睛鼻子嘴巴 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同时最好的是 你要在家工作 这支影片非常简单的 教导大家 你的风险何在 你要如何保护自己 带你看来看 这支影片非常明确的 now he's sprinkled his hands and the air around him with those germs in real time as justin says good morning to john and ashley grabs her favorite boston cream those germs have hitched a ride on two new hosts with a rub of the eyes and a gulp they're through the human front door and ready to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of making people sick a little later george comes with the mail justin offers him a doughnut and with a tickle in his throat turns his head to cough justin says bye to george and leaves the virus behind george starts making his deliveries and as you can see there's no return to sender on justin's leave behind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in the office and those droplets can get in the mouth nose or eyes to start an infection when it's time to call it a day ashley brings the infection onto the train she hasn't washed her hands in hours the germs covering them make a pit stop on the grab bar before finding a home on some new hands a few cars over justin is coughing again in these tight quarters that's bad news he and his fellow passengers get off the train and head to their with symptoms justin should have stayed home but what if his day looked like this he wears a mask and so does everyone in the office he brings lunch but skips sharing donuts sneezes are buried in the mask and elbow followed by hand sanitizer to be safe all day long hands get washed regularly masked co-workers don't touch their eyes noses or mouths and they keep a safe distance by following those steps justin's germs could have stayed away and slowed the pace of the spread